100年來 我想到網路的性騷擾 網路的性騷擾這件事情 讓我很驚訝的是說 連我就會遇到 我很難過遇到這樣的事情 不可能 哪有可能我會遇到 它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我需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保護自己 在去年的半年的時間之內 我一直被網路性騷擾 我在這裡要服用這位網友 你的資料我都知道 我都查到了 這位流性的學生 如果你如果看到我的直播 你的猥褻的照片 你的性騷擾的照片 對我沒有傷害 因為我只看到你是一個變態的學生 但是 我在這裡要幫你提示 我讓你最后一次機會 讓你可以省私的機會 反省的機會 流性的學生 你已經幾歲了 如果你的母子也知道 如果你的姊妹 你的女兒 你的太太 如果想到這樣的作物 你會有什麼想法 你會不會覺得很丟臉 學生 你已經幾歲了 你的猥褻照片 你的猥褻動作 對我沒有作用 不希望你 散播給其他的 父母朋友 小朋友 這位性老的學生 請你知道 好慣性 好改革組織 我在這裡也要呼籲 所有的 有相同遭遇的受害者 所有的流性典禮 你一定要尋求正當的管道 保護自己 譬如說 報警 我已經很客氣了 把你們叫做不規矩的人 是這個時候 你是緩緩的人 非非是這個人 為什麼要這樣 讓傷害 我今天會站出來講話 是因為 我不希望你們 傷害其他的女性同胞 女性朋友 小朋友 我非常的忌諱 你們傷害小朋友 學生 你的行為 已經緩緩了 我保留法律追溯權 你如果再犯 我絕不咬你 對你的胸皮 我不屑一步 我替你建設 我的騎出的這步就是 我想要維護 其他的 女性朋友 其他的 小朋友 的安全 我真怕你 我單單 只是散播你的猥褻照片 跟動作而已 有可能 你付諸行動 傷害其他的 父女或小朋友 如果今天我沒有騎出來講話 我會遺憾 遺憾我沒有警告你 天堂走不了 我要告訴你 你有沒有叫你 美女 網路的後面 沒有人看到你的人 我們都看到你的人 我們都替你感到丟臉 如果你的家人都知道了 你丟不丟臉 他們還要不要做人 請你不要再 嫁這種賞品 做這種行為 來傷害 女性的朋友 我相信你絕對 不只 嫁給我一個人 但是連我 我相信 我相信 人性本善 請你達到 網路的性騷擾 百人 所以我在這裡要嚴重 跟你見過 我留你一條路 是因為我相信 人性本善 請你達到 如果你再寄 一張猥褻的照片給我 我總不咬你 我保留 法律追溯權 我再一次聲明 我保留 法律追溯權 請你不要再犯了